中国女子网球明星彭帅 在11月初 也就是中共六中全会前夕 在微博上发出长篇文章 指控前中共副总理 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高丽 涉嫌利用权势 对彭帅多次性侵 消息传出之后 立刻造成国际轰动 但彭帅的文章与微博账户 立刻被删除 而彭帅本人也从此下落不明 虽然中共官方 对这项指控始终保持沉默 但是国际社会 却不断地表达高度关注 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 WTA在14号发出声明 要求中方全面调查这起 官员涉嫌性侵求人的案件 而且必须进行 全面、公平、透明的调查 稍后 WTA的主席兼CEO西蒙 告诉纽约时报 他们掌握到了彭帅的行踪 彭帅人应该还在北京 人是安全的 不过他要求 中方全面调查这起案件 否则WTA不排除退出中国市场 接着雪球越滚越大 多位网球好手公开表态声援彭帅 包括目前世界排名第五 曾经拿下四座大满贯冠军的 女子网球名将大阪之美 在推特上写下彭帅在哪里 表达对彭帅的关切与支持 反对一切的信息审查 大阪之美说 这起事件让他相当震惊 他希望彭帅跟家人都平安无事 而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网球名将 德约科维奇也对媒体公开表示 彭帅遭到性侵之后就行踪成迷 让他相当震惊 他也希望彭帅尽快被找到 希望一切平安无事 好 就当全世界越来越关注彭帅下落的时候 中共的海外大外宣 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 在美东时间17号中午 在推特上发了一条推文 推文里有张图声称 这是彭帅亲自写给WTA主席西蒙的信件 信件内容说道 针对最近在WTA官方网站上发布的消息 内容没有经过我本人的确认及核实 并且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发布了 消息中包括对性侵犯的指控不实 我没有失踪 也没有不安全 我只是在家休息 一切都好 再次感谢你们的关心 信件还说 如果WTA要再发布有关我的信息 请先与我本人合十 并经过我允许后再发布 作为一名专业网球选手 我感谢你们的陪伴和关照 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和你们一起推广 中国的网球运动 我希望中国网球运动越来越好 好 很显然了 CGTN发出的这封所谓信件 是要对外界传达三个信息 第一 对张高丽的信心指控是不实的 第二 彭帅本人目前安全 第三 批评WTA发布关注彭帅的消息 那很明显了 中共大外宣发出这封信件 是要对国际社会进行辟谣与澄清 要否认彭帅被张高丽性侵 同时也要告诉国际社会 别再关注彭帅的下落 不过 诡异的是 这封所谓来自彭帅的信件 里面显然疑点重重 这封所谓来自彭帅的信件